大家好,我是曼露,印度人 大家都知道,我们印度这边有前面疫情很严重了 我们这里也有封城啊,孝敬啊 因为我又常常苏其外面来回了 我就住外面一个工作室 现在外面就是很难找工作了 前一段时间啊,我的朋友那边有一个司机啊 他开车他们那边,白天就开车他们那边 不过没人知道,他是一个印度方的老板 他是这么大的老板,他还外面开车 每个人都需要钱啊,才是他们工作这么努力 我们也是一样,我跟我的弟弟必须要外面工作的 才是我们在外面跑来跑去,很少回家 因为我的家里面啊,别人没有工作 最近呢,我花了太多时间在工作里面了 都很少回家 前两天,我的弟弟打给我 他就直接告诉我,就是爸爸有生病嘛 一边的手没办法动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害怕 因为是前一段时间,你们也知道 上湖老板的爸爸也是一样 前面他的一边都没有动了 后面他就走了 我跟我的弟弟带我的爸爸去医院那边 查他的身体 我爸爸的报告两天没有来嘛 我就那个时候想到一个事情就是 值一养,二亲不带嘛 就是小孩子想照顾家人的时候 家人就不在了 不过呢 还好 我的爸爸的那个报告是ok了 医生说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就ok了 我就想这几天我都可以去家里看看我爸爸妈妈吧 这个是,我害我 我的爸爸就说了 你不要,就是你的胡子长长的 你要挂掉胡子 为了我的爸爸开心 我就,胡子要挂了 现在书去外面挂胡子的话 我怕被感染 我就没有书去外面 我就打算在家里挂胡子嘛 现在我都回家嘛 要买白果给家人吃的 现在是芒果的 芒果那么大大的 人也是比较少了是吧 人家都不戴口罩了外面 这个人也是刚刚看到我才戴口罩的 这个芒果呢 是60块Rubi公斤 这个也是60块Rubi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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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60块 就是70块一公斤 那个苹果是280块Rubi公斤 那个苹果就是160块Rubi公斤 这个就是60块 120块Rubi公斤 这边都可以用这个二维码可以付钱了 总共就是1042块 快到家了 现在好紧张了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的反应吧 终于平均 第二次都可以用这个 开门 海诶 我这妈妈说好看 在切芒果 芒果好吃 我自己先吃一下 如果我这样吃的话 到了外面就没了 什么 医院那边回来的还是这样子 穿衣服 看看 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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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网友说,你要挂胡子,如果不挂胡子的话,戴口罩效果不好。我一直都没有挂。这一次为了我的爸爸开心了。我就挂胡子了。挂胡子以后就是很清爽。 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们有时间的话 你们常回家 看看家人 今天就说到这 我是曼罗 拜拜